大家早安 我是脸 早上的七點不到 今天為什麼騎這麼早呢 因為今天要去衝浪 那為什麼今天會不會沒有來呢 因為今天會不會要上班 回來之後其實陸陸續續也去了 三思湯烏石港 然後今天想說 好像都沒有拍過 就記錄一下 一般來說我去烏石港 都會到南港搭客運 然後都搭最早的一班 然後最早一班應該是 七點二十分左右 現在到了南港轉運站的外面 然後因為每次去衝浪 都會衝到很餓很餓才上岸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個 Flesh咖啡的巧克力貝果 來當早餐子 我覺得還有可能是我 加熱的方式不太對 因為我是買好之後 把它凍在冷凍庫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才把它出來加熱 我可能加了太久 它外皮已經有點乾硬了 感覺是水分失去太多了 原本想要有點評價一下 這個貝果好不好吃的 結果現在 好像也不太能還原它的真相 一邊吃早餐一邊跟大家分享 怎麼去烏石港比較方便好了 一般來說會比較推薦大家客運 因為一開學所以比較麻煩 你有可能不小心超速都要太發財 二其實客運滿便宜的 台北市去烏石港的話 我記得就是1877是最方便的 然後像原山轉運站啊 南港轉運站滿多地方都有停的 只要上車就最快可以的睡 睡到最後一站起床 就是烏石港 這個貝果真的是被我熱的連過頭 吃起來超級像是那種很紮實的饅頭 上車了 我不知道大家日常大大張交通工具 是不是都用什麼卡片來逼 然後因為我很懶得帶很多張卡片出門 所以我就去下載那個 Easy Wallab的App 它就是可以假裝你的手機是有卡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地方超難用 譬如說剛剛坐火車的時候 它就說不能用這個App 你一定要拿實體的卡片出來 但是搭客運或是搭公司的時候可以用 大家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 可以分享給我 上車80下車15 來一趟95塊而已 很便宜 很便宜啊 今天的天氣對於要衝浪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的 很多人衝浪喜歡曬黑 然後所以就想要大陽光天 然後看來海淡我不喜歡 我只想要衝浪 所以陰天完全曬不到太陽 是最好的 很多時候大家來烏石港 會從大馬路沿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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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那邊去 然後從那邊的路穿進去到浪電那邊 但這邊其實有個小公園 這個小公園的優點在於 你可以穿過草叢 直接接近浪電的那條通道 大概可以省10分鐘左右的路 所以大家來烏石港穿的話要記得 看到這個有點像小公園的地方的時候 要記得繞進來道路 為什麼防曬力已經夠白了 就是夠白所以要防曬力因為會曬傷 出發 哇 今天的烏石港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礙於道德及法規問題不方便拍給大家看 但是我的正前方真的只有一個辣妹 天浪超好 OMG 那我今天沒有帶防水的東西 所以沒辦法帶大家下去看 你們只能在岸上看我表演 剛剛還是陰天 現在就出太陽了 然後我現在休息一下 帶大家去看一些沙灘上的帥哥美女們 平日來衝浪的體驗真的是蠻好的 不用跟大家人擠人 而且其實會願意平日來衝浪的人 可能比較多 會是有熱忱的人 所以說會看到蠻多很厲害的人在海上表演 阿公 可以幫我叫兩個雞腿便當嗎 好 謝謝 剛剛才叫 我們過15分鐘不到吧 10分鐘 對 便當立刻到了 在頭層跟礁溪有墊的 烏龍排骨便當 然後便當的菜色 今天跟上次吃到的不太一樣 今天有高麗菜 這個綠色的 不知道是什麼菜 豆干 大黃瓜 粿鴨肉 還有這顆大的甜點 這顆超好吃的 雖然外面不是脆的啦 可能去便當的關係是軟的 但它整個麻糬做的很Q 然後裡面這個豆沙也是不會太甜 超大雞腿 這個雞腿 我算是吃驚為天人 雞腿裡面先醃過 所以肉質是有點鹹味 它那個雞油完全保留在雞腿裡面 所以你一會兒要去除了有那個皮的脆 跟油的香氣之外 還有滿滿的雞 大家看一下這個肉 然後它的菜 這些菜其實是屬於清爽一點類型 最重油的是這個雞腿 然後裡面 相對來說都算是比較清淡 不會太鹹 很適合的 剛剛從來讓上來大吃一頓 真的超爽 我覺得應該很多家衝浪俱樂部 都可以幫你叫便當 跟他說你要吃這個 葡萄便當 大家知道卸妝油跟卸妝水的差別嗎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上一次去神室的時候要買這個 然後因為我就是 只拿來卸這個防曬泥而已 然後就跟店員說 你們那個卸妝最便宜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就拿了一個卸妝水給我 然後上一次來沖浪的時候 帶那個 怎麼塗 完全都不會掉 後來才發現要卸妝油才卸掉 所以再去買了兩罐 尖塗防曬的時候鼻子也沒有塗好耶 就臉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防曬 然後鼻子紅一條 結帳時間 今天這個很chill的行程 租浪板一整天的價格是500塊 兩個雞腿便當一個是105塊 大的礦泉水一瓶30塊 或是20塊不確定 我覺得大家來的話 可以省錢的方法是自己帶礦泉水 便當真的要吃他的啦 那便當很好吃耶 我看到一件很離譜的事情 我現在在衝完浪要走回客運站的路上 然後在路上發現 路邊有羊耶 為什麼路邊會有羊啊 但是他們頭上是有腳的 我有點怕被他們頂死 我不知道如果惹到他 他會攻擊我嗎 他很chill耶 羊羊 羊羊蹬 其實我現在把腳下延伸這麼長 我才敢拍 因為我真的很怕被羊頂走 可以開始睡覺了 每次回程都超好睡的 到南港轉運站了 剛剛差點忘記按那個要下車的鈴 因為這班車其實會一路看到圓山 因為我每次都從南港上車 所以我就覺得南港是終點 所以剛剛那個司機帶來說 我要下車要趕快按鈴 然後我就趕快起來按那個下車鈴 不然就是會一路遂到圓山區 然後這附近有一家鬆餅店 叫做小木屋鬆餅 好像以前在台大蠻有名的一家店 那畢竟我是真正用分數拒絕過台大的人 所以說之前一直沒有機會吃 好像以前是個排隊名店 但事前經過的時候看起來好像不是很排隊 我本身又是一個非常喜歡吃鬆餅的人 所以就來吃看看 好久沒有吃這種路邊買的鬆餅了 見得是在咖啡店裡面吃鬆餅 然後剛才一靠近看到他在做鬆餅 分類相信超級無敵 原本只有這樣子的餓度 現在變成這樣超餓 謝謝 好好吃喔 我買的是蜂蜜鬆餅 其實相對來說還滿平價 一份才45塊而已 他的鬆餅其實就是有一點麵包感的那種鬆餅 外面是脆的 但是不是非常脆 就帶一點的酥 然後裡面雖然比較薄 但是還是吃到一點點那種蛋糕體的 黏的那種感覺 整體來說是偏軟一點點的 不是那種很酥的 比利時鬆餅的那種風格 我其實會更喜歡那種風格鬆餅 因為吃起來會更脆口 但這個也蠻好吃的 尤其是熱騰騰的 好香喔 回家洗了個澡 然後現在來到信義成品 衛衛今天晚上說要去跟朋友吃飯 然後忘記帶了一個東西 叫我幫他送一下 然後他剛好下班在這附近閒逛 在哪裡 他在哪裡 那邊有一個正在脫衣服的衛衛 怎麼我一到你就在脫衣服 我想拍飄飄的照片 最近剛好我們的老朋友 Why Not Now在信義成品辦快餐店 所以我剛才在逛街 原來是在逛Why Not Now的店 會不會想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然後我就在這邊幫他拍 然後那個貴姐就默默走出來說 那個要不要我來幫忙拍 我還蠻會拍照的 直接被開除耶 所以我現在只能站在路邊 然後就看他們拍照這樣 之前頻道很常會有人留言說 會不會背的包包很好看 是什麼牌子的 大部分近期的包包 都是Why Not Now的 所以如果喜歡的 可以把握機會 除了在官網上看得到之外 現在在信義成品的B1 也看得到了 你牌夠了沒有 下班馬上從來 Why Not Now的快餐店 我真的很感人 畢竟我們從兩年前認識他 然後從一款包到現在 一整排的包 然後都超好看 真的超欣慰的 看著小孩長大那種感覺 對而且就是 你看吧我就跟你說 這個牌子會紅 他就紅 哇 紅到現在直接在信義成品開快餐店 快餐店到123C 大家自己爭奪一下 好像在恐嚇 沒有大家可以來 我剛剛很友善的跟大家講 這裡有店 然後你都在罵人家 這樣子 沒有我只是 就是大家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因為以前你們只能在PinCode上面看 倒是摸不到 對我剛才也是這樣說耶 我剛才說以前大家都只能看網站 欣慕靈希 嘿 HIGH FIVE 這個也好可愛 我那時候看到照片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超可愛 他本來就沒有下文了 現在還有嗎 有啊 他現在剩三個 剩三個 那我買完的話只剩兩個 留給觀眾買一下 好好好 那我不跟你們死殺了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各位男性朋友分享 就是這家店呢 他有準備給男生來的時候坐的椅子 萬一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的女性朋友 早點來逛這家店的時候 你就放心來 沒關係 坐在旁邊滑手機就可以了 剛剛跟大家說 今天會不會晚上 是要參加一個朋友的吃飯 會不會不只叫我來送他東西 還叫我載他去那個活動現場 所以你要請我喝一杯奶茶 作為車資 喝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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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惡劣也說我不要請奶茶吧 怎麼會突然打人呢 我沒有不要停啊 他不是請喝奶茶的嗎 喝奶茶 喝一杯 異壽奶茶 他會付錢 幫你檢查一下鴨子 啊 對不起鏡頭見了大家 好啦你可以 你可以差不多載我過去了 好 好啦回家啦 今天就是一個很廢很快樂 很chill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就下影片再見囉 拜拜